杨新海这人呢 是出生在1968年的 上面呢 有两个哥哥 一个姐姐 下面呢 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杨新海这个人 从小性格内向 不爱说话 喜欢画画 村民对他的评价是 勤快是个好孩子 老实得很 因为学习很勤奋呢 杨新海就成为家中 唯一能够上高中的人了 但是据这个村民介绍啊 他们家里没钱供养他上学呀 因此他和父亲吵过架 杨新海呢 出生在河南省的驻马店市 正阳县的汝南部阵 他在汝南部阵的 油房电箱高中住校的时候啊 其他同学呢 是可以从家里带来粮食 来换饭片吃饭的 但是杨新海却常常煮野菜 或是自己啊 烧饭吃 幼年的杨新海上学的时候 一到周末呀 就去割草了 放牛去了 那时候啊 牛呢 还是集体的 杨新海放牛啊 是为家里挣钱 读到高三的时候 杨新海突然离家出走了 杨新海的父亲 杨俊关回忆说 那时候儿子因为没有饭票了 就烧信回家 说在几天之后 当父亲背着两袋小麦 赶到油房电箱 高中食堂 准备用小麦换饭票的时候 学校老师告诉他呀 杨新海已经几天没有上课了 贫穷啊 改变了这个农家孩子的命运 杨新海出学的原因呢 是想外出闯荡 靠自己的双手 过上好日子 此时的杨新海才十六七岁 杨俊关后来得知啊 杨新海呢是去焦坐的煤矿打工去了 在这之后 杨新海又到了太原的一个建筑队去做饭 并且给家人写了一封信 叫家人不要挂念 杨俊关为此特地的跑到太原去看望儿子了 但是杨新海过上好日子的理想 却在现实之中处处的遇挫 他在打工之中呢 多次遭遇了干了活 拿不到工资的情况 终于有一次 他在一家餐馆打工时 被拖欠工资 杨新海一气之下 偷拿了餐馆里的一个旅盆 这是他第一次偷到 也是他第一次赶到钱财 也可以来的容易啊 1988年 杨新海被西安市罢校公安分局劳教了两年 1991年 又因为爬窃 被石家庄市的长安公安分局劳教了一年 在这一次劳教前 在家乡的女朋友告诉杨新海 他会等待他回来 于是杨新海呀 一直用恋人的守候来安慰自己 但是一年之后 杨新海满怀期待的回到家乡 找到这位姑娘时 却正好改上他结婚的日子 杨新海觉得呀 那个女人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要出他的阳相 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杨新海于是再次离家出走了 但是出走之后就没有回来过了 1996年 在家乡驻马店市郑阳县 寂寞难耐的杨新海 在本县的一处偏僻的地方 碰见了一个女人 这时候邪恶的浴火呀 一下子就被点燃了 最后他呢就对这个女人进行了施暴 但是这个女人呢逃跑了 而且呀 杨新海的舌头尖啊 还被这个女人给咬掉了一块 为了疗伤 他含了几天的鸡蛋清啊 他呢被法院指控犯有强奸未遂罪 于是在监狱里啊 劳改了四年 这样28岁的杨新海 已经有了七年的牢狱生活 2000年呢被提前释放了 这些经历慢慢的让杨新海 成了一个可怕而又扭曲的人 他对别人没有感情 尤其是仇恨妇女 他开始在与他家乡一样贫穷的乡村游荡 在与他的父母相亲一样的人们中 挑选要杀害的对象 2000年8月中旬 杨新海在安阳市郊区一带转悠 有一天他看到一大片的菜地 菜地中间散落着几座塑料大棚 有的塑料大棚正在拆除 偌大的菜地只有一家住户 周围没有别的人家 而且院墙很低 便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 他呢就假装找水喝 走进了这户人家 发现这么大的一个院子里啊 仅仅住着一对小夫妻 和一个只有两三岁的小孩 而且那个女的长得颇有几分姿色 便暗暗的把这里作为了作案的目标 大约晚上11点多钟 杨新海来到这块菜地前 蹲在菜地的一角 借助塑料大棚掩护 仔细的观察这户人家有没有动静 院子里有没有人 房间里的灯光还在亮着 他估计啊 是这家的主人呢 还没有睡觉 杨新海就围在地头打了个盹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了 他长了长精神 掏出手电 戴上手套 猫着腰就蹿了上去 杨新海瞅了一瞅啊 确认这家人都已经熟睡了 便从靠近卧室的门走进了房间里 杨新海手里握着砖头 把小手电掉在了嘴里 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反抗 突然一只大黑狗呜呜的叫着 就从床底下钻了出来 杨新海吓了一跳 举起手中的砖头 对着那个正在熟睡的男人的太阳穴砸了过去 那个男人来不及哼一声 便掉在床下不动了 为止大黑狗啊 可能是被杨新海的疯狂给震住了 只摇着尾巴叫了一声 便重新的钻进了床底下 不敢动他了 杨新海用绳子 把那个男人的双手反绑了起来 女主人被惊醒了 杨新海低声的对他命令说 别吭声 快拿钱 女主人说 这里没有钱呢 钱都存在银行里了 你要是想要钱 我明天给你取钱 你要多少我给你取多少啊 说着这个女人站得起身 杨新海就对他说 趴下 别动 女人说 我不趴下 我一趴下 你就该打我了 杨新海一听 转身出了屋 女主人站机就把房间里的照明灯给拉着了 这时候 杨新海手里颠着一个打机桶 进门就把灯泡给打碎了 紧接着又用棍子去打女主人 底下先打到他的腿上 把他打翻在床 紧接着又一下子打到了他的头上 把他打昏了过去 然后将他的双手举过头顶 给绑起来 杨新海呀 就对这个女人下了手啊 发现完授遇之后 他骑上这一家的26型的变速自行车 从他们家的西门逃离现场 骑车跑了几十公里 2000年9月中旬 杨新海来到了周口市郊区 这时候的他呀 已经听不到 安阳方面追查他的任何信息了 他的胆子呀 又渐渐的大了起来 他已经不满足于 每天呢 靠着小偷小摸来维持生活了 开始寻找弄钱的大目标 有一天下午呢 他来到了川慧区北交乡郭庄村 目标终于找到了 他激动的心里吐吐直跳啊 决定当天晚上就动手 杨新海选定的目标 是郭庄村西头的一小卖店 小卖店的一间房坐西朝东 门前搭着一个草棚 小卖店西边是花生地 小卖店门前就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大路 房子西北角处有一个草棚 在棚子东侧地面上放有砖块 小卖店店主人是一对老年的夫妻 他之所以将这个小卖店选为作案目标 就是因为这里既容易得手 做了案 又容易逃跑 2000年9月20号凌晨 杨新海带着手套 手电等作案工具 在夜色掩护下 悄悄就来到了郭庄村 整个村子都处在沉睡的状态 郭庄村善良的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今夜会有一个恶魔闯进了他们的村子 杨新海先在一户没有院墙的人家 偷了一个压井杆 然后回转头直奔小卖店而去 老远啊 他就看见了小卖店老头睡在了门外 虽然憨声大作 但是他不敢闯进屋里去偷东西 怕惊心老头不利索呀 他就掏出随身携带的一个自行车 车座下的钢片 开始挖墙 先挖房子西北角 这个砖头啊 很好翘 他轻而易举的就挖透了 但是用压井杆啊 往里面试了一试 里面有东西挡着 进不去 于是他又改挖西南角 很快又挖了一个洞 杨新海从洞里爬进了屋子 看见售货车 放在靠西墙的地方 老太太的床啊 靠着东南角放 床上没有蚊帐 他见到老太太睡得正香 便去找钱 找了一会儿 没有找到钱 确定是老太太 把钱给藏起来了 就用压井杆打老太太 砸了两三下以后 用被子捂住老太太的脸 这个无辜的老太太 立马就成了梦中的冤魂呢 杨新海仍然不敢放心大胆的去找钱 怕惊醒了 睡在屋外的老头 于是又到边上去砸老头 用压井杆狠狠的砸了下去 就一下子就把老头的左耳朵给擦岔屁了呀 他借着又砸了两三下 老人就不动了 杨新海重新返回屋子里翻钱 终于在抽屉里边找到了一百块钱 就为了这一百块钱呢 杨新海就残忍的剥夺了这个老人家的生命 其实啊 杨新海在他的作恶的过程当中 很多枪劫杀人的案件呢 仅仅是几块钱呢 话说在2000年的10月1号 国庆节期间的安徽省的布阳市 一派祥和欢乐的景象 这天下午啊 尽管冒着小雨 杨新海还是从这个复阳车站 坐公交啊 到了盈州区的王电镇 开始实施他罪恶的计划 杨新海一直走到那个 带着弟弟捉迷藏小女孩的家门口 听了下来 准备实施犯罪 但是他钻了钻手 看到自己赤手空拳 觉得还是得找一个打人的家 是 杨新海在村子里转了一圈 在一个没有院墙的人家门口 偷了一根一米多长的架子车的车轴 他把这个车轴啊 我在手里再次来到小女孩家的门口 小女孩的家住在村子的中间 三间堂屋 没有院门 因为天气还比较热 睡觉的时候 屋门也没有关 堂屋里啊 睡着三个人 老太太带着一个小男孩睡在一个抵着门的凉床上 小女孩睡在西边的一间屋里的木床上 杨新海看了看 侧身呢 就从凉床西边的夹缝中挤进房间 他打亮了手电筒 看到十多岁的小女孩睡在西屋 靠北墙铺的木床上 头东脚西 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和一些生产生活用品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可以偷的东西了 他就把目标定准在了小女孩身上 为了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 不惊动周围的其他人家 杨新海举起了手中的那个铁车轴 对着老太太连砸了两下 然后又砸了那个小男孩的头 杨新海看了看 老太太和小男孩都不动了 又到西间屋 照床上小女孩的头上砸了一下 杨新海已经完全丧失人性 他觉得血已经不可怕了 受害人痛苦殊子的样子 也不能让他同情 他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猥琐的卑劣的欲望 为了发泄自己一时的受欲 他不惜大开杀戒 性情冷酷的杨新海 将老太太和他的小孙子杀死之后 已经没有任何的恐惧感了 他从老太太下身穿的黑色的健美裤的口袋里 掏出了七块钱 然后拉过被子 将他的尸体给遮住 他从容的做完这一切之后 又重新回到了西间屋 对小女孩的尸体进行了性侵犯了 2000年的第一场曲 比一晚的时候来的晚了一些呀 杨新海的野地里发现了一条冻僵的蛇 但是他一点都不害怕 甚至于对死蛇生出了一点怜悯的信赖 他觉得死蛇呀 对他来说是一种征兆 预示着他今后的日子将多灾多难 因此从不发善心的杨新海 特意挖了一个小坑 就把这个死蛇也给埋葬了 像是在埋葬自己的罪恶一样 埋完之后 他独自坐在死蛇的坟前叹息呀 感觉自己呀 还不如一条死去的蛇 死去的蛇尚且有个安身之地 何处才是他的村神之所呢 每天夜里 杨新海没有去偷到 也没有再去寻找住宿的地方 凛冽的寒风把他的性冲动也给冻僵了 他就像一个乞丐那样 在野外胡乱的找了几块干瘪的薯片 塞进了嘴里 便在就近的野外的一个坟场里睡下了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 几乎冻将来的杨新海 又重新在阳光的温暖下苏醒过来 就像预言里被农夫用胸怀暖醒的那条毒蛇一样 杨新海在大自然 扑大的胸怀里又复苏了 天气越来越冷 杨新海决定逃离北方到南方去过冬 2001年的8月中旬 杨新海来到了与驻马店市提林的洛河市 找救我 他就像一个温神一样四处游荡 有一天 他来到离洛河市区 只有30来公里的林颖县的聚灵镇 仿车留村 从这个洛河市郊的林颖县 沿着107国道向许昌市方向前进 大约20分钟之后 即可以来到位于国道旁的聚灵镇 在东行三四里 就是这个镇的仿车留村 这个村子的西北角啊 有一间坐北向南的平房 平房前有走廊 最西面是厨房 有向南开的单善的木门 这是村民邱云仙的家 这个42岁的农村妇女 带着14岁的女孩和11岁的儿子住在这里 不想啊 这个祥和幸福的家庭就被杨新海给盯上了 2001年8月13号的夜里 杨新海在仿车留村 南边的一个村的煤球场偷了一根钢签 骑着偷来的自行车来到了邱云仙的家门口 一语实施强奸犯罪 但是他发现天色已经威名 已有扫起的人们吆喝着羹牛夏天离地了 他只好打消了这有犯罪的念头 把准备作案用的钢签塞在了邱云仙 加西边的麦盖舵里 骑着自行车回到了林影县城 2001年8月15号 凌晨一点钟 恶魔杨新海 骑着偷来的自行车 再次来到林影县 驱灵镇 访车留村 为了防止走路有声响啊 他还特意穿了一双浅黄色的球鞋 按照事先看好的地形 直接就到了邱云仙 院子西边的麦草座前 他把自行车靠在麦草座上 将事先藏好的钢签抽了出来 像一个幽灵一般就溜进了邱云仙的院子里 院子里很静 整个村子也是一片沉浸 杨新海掏出随身携带的阿兵盘 不锈钢的水果刀 轻轻的拨开了邱云仙家客厅的正门 打开一道门缝就挤了进去 杨新海进到房间里 蹲下身子听了听 一下三口都睡得正香 西间呢 靠西墙顶南墙有一张床 床上睡的母子俩 母亲头南脚北 小男孩头西角东在床北睡 东里间西北角靠北墙顶东墙有一张床 那个小姑娘头东脚西的在这张床上睡着 这是他的主要的侵犯目标啊 恶魔杨新海进门之后 毫不犹豫的用钢签先打母亲头部 然后翘儿子的头部 打了几下 看他们都不动了 又到东间屋里打那个女孩 一钢签下去 就把他打晕了 然后这个丧尽天良的恶魔 回到了东间屋 将自己的衣服脱光 对着那个女孩的尸体 进行了性侵犯 中间还停下来两次 在西间屋的床上翻了一挥钱 到客厅里去翻箱子 翻了两次 总算是没有白翻 翻到了四块钱 就这样 恶魔杨新海又完成了一次犯案 把村民 弟之仙 女儿刘飞飞 儿子刘志同 一家三口 杀死在家中 就这样 在杨新海 一起一起 恶魔一般的罪行当中 他杀害了67个人 那在杨新海所做的这些案件当中啊 全部都是手段 非常凶残 通常不留一个活口 杨新海在犯罪现场几乎不留自己的任何痕迹 包括经验 他射精的时候啊 都把经验射在一块布里给带走 不留在受害人的身体里 他主要的凶器是锤子 每次作案之后 他都重新的换一把 有时候为了避免留下脚印 他会在鞋上再套上一双袜子 他也曾经戴着白手套作案 杨新海虽然试血成性 但是他的作案动机却一直让人摸不清楚 有些现场虽然有抢劫 但有的仅仅就是抢走几块钱呢 杨新海作案时 经常选择咒服夜出 单打独干 从来呢 不找同伙 他呀 怕找帮手不牢靠 容易暴露 他往往是到一个地方之后 先去踩点 踩完点之后 晚上进去 一旦作案得手之后 便迅速的撤离现场 中国人民公安大局的教授曾经这样说过 我们从动机上看 俗话说 穷生盗 奸生杀 杀人案件呢 往往排在第一位的是因为婚恋纠纷 第二位的是屠材 第三位的是报复杀人 大凡呢 这个杀人案件呢 一般都具有仇杀 情杀或者屠材害命等原因 但是这杨心海杀人呢 既没有既定的侵害目标 也没有任何的杀人先兆 也就是说 他与被杀的人 钱是无冤 金是无仇啊 根本就不认识 毫无瓜葛 杨心海呀 每次仅仅 可能只是为了少得可怜的几块钱 或者是为了发泄一时的授欲 他就随便杀人 那些被害人 事先根本不可能有所察觉 这不仅令受害人防不胜防 也给公安机关破案提出了挑战 如果按照常规排查 根本发现不了杨心海的行踪 杨心海在交代自己罪行时 曾给办案人员讲过 我长期流算作案 夜里长距离奔跑 需要有强壮的身体 为了明目 我经常吃猪肝和蛋黄 我还经常吃烤羊肉 增加能量 吃生黄瓜 增加维生素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有得过病 几乎连一片药也没有吃过 我自己平时身体很好 多年来没有吃过药 感冒了 就吃萝卜 喝点姜汤 注意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鸡蛋 咸鸭蛋 瘦肉牛肉 等营养丰富的食物 冬天的黄瓜就算很贵 我也买着吃 还有一个 就是我很注意锻炼 有时候下雪了 我随便裹上大衣 就在地里睡上一晚上 我不吸烟 吸烟对身体害处很大 我怕晚上作案咳嗽 被人发现 我也不喝酒 只多喝半瓶啤酒 喝醉酒了 就会失去控制 可能暴露自己 说不定会钻进汽车底下 或被公安抓了现行 最终啊 杨新海在河南被抓捕归案 法院宣判其死刑 这案件发生在2013年6月7号下午 18点22分 和之前的多起爆炸案一样 这起案件的爆炸协议人 也是死于自己制造的爆炸事故之中 那接下来就请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老刘为您讲述的这一起 厦门陈水总公交纵火案吧 要讲这起案子 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陈水总这个人 那陈水总呢 被警方的定性是什么呢 因为自感生活不如意 悲观厌世 而泄愤纵火 那我们呢 从一堆表格开始说起 在厦门市 斯明区中华街道中山社区的居委会呀 这些表格被装定成了厚厚的一本 陈水总的情况 资料册 但是 他仍然不足以说明 为什么一介草民会对同处一车的陌路人 实施急行的动机呀 与这个陈水总的人生有着短暂交集的人们呢 都对他结束生命的方式难以置信 说这位爱穿白衬衫 偶尔甚至会搭起领带 头发梳得光光亮亮 努力让自己显得体面的江老之人 在点燃汽油之前 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所有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 认识陈水总的人呢 都有着同样的惊奇 这是不是同名同姓的不同的人呢 陈水总这个人呢 出生在1952年 住在厦门市的举口街24号 是家中八个孩子中的老三 但是啊 可悲的是 这一家兄弟姐妹八人呢 其中有四人呢 都是吸毒的 话说有一年的端午节前呢 中山路上是挤满了游客 这条老街呀 代表着厦门的繁华 以棋楼文化和闽南风情 飞升海内 挂着女人街的牌坊的举口街 从这个中山路旁 携一而出 街市的音乐 此起彼伏 游人是侧身钻进了街口 像着老鼠一样 疏然的就进了洞穴 压迫而来的不是暗黑 而是满目花花绿绿的衣衫饰品 或者拥挤在货架之上 或者陈列于地摊之前 举口街24号的铁门 不足一米宽 位于大眼妹和寒山 两家金灿灿的女性服饰店之间 在一片繁华的街区里 陈水总每天都犹如过街老鼠一般 进出这个家门 66岁的大哥陈树 婚后与父亲发生了口小 一气之下 离开这里到外面租住了 把守门口的是陈水总的地席 门口竖着一块绿色的玉米汁的招牌 这是他的营生 同时呢 他会出售一些自制的春卷和麻汁 陈水总呢 也曾经啊 在家门口 卖过汤圆 麻汁和鱼干 但总是被人呵斥要取缔 从小在外闯荡江湖的陈树 让这个陈水总呢 去给有关部门送礼 但是遭到了陈水总的拒绝 他说一块钱一碗汤圆 能送得出什么礼呀 那陈水总一家三口人 和因吸毒啊 正在接受治疗的二哥陈龙氏 弟弟陈天嗣 陈国兴 妹妹陈湘怡 这个铁门内啊 有一人宽的 这一个非常暗会的鼠道 与铁门外的迷宏灯 闪烁 就犹如昼夜之别呀 这个房子呀 是陈水总的外公外婆留下来的 陈水总的舅舅也住在这里 但是亲缘关系 因房产分配长期不睦 另外呀 有一些租客呀 也杂局其间 吸毒 失业 家庭不合 与低保 试着铁门内的底色 就像退去农庄的城市 露出了一张残破的脸 我刚才说了 这个陈水总的八兄弟姐妹中啊 有四人吸毒 最小的弟弟啊 已经因为吸毒去世了 大哥陈树 自从搬出这个举口街之后 便不愿意回去了 说不想再见到那些吸毒鬼 他们要钱 不给钱呢 就没有好脸色 陈水总居住的房间 是一家鞋厂撤出后 还回来的一间 没有空调 几年前 他的妻子秋林的哥哥 给这个陈水总的女儿 买了台电脑 于是呢 他开始在女儿的指导下 学习上网了 秋林呢 是从龙岩山区 嫁入趁家的 秋林这个女人呢 特别好 没有半点脾气 夫妻两个感情 也是非常的好 那就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啊 陈水总啊 是被社区的居委会 认为是家庭当中 最痛情打理的一个 说他的二哥和妹妹 都领低保 陈水总 从2005年到2009年 每半年呢 就会申请一次 每月795元的低保 都顺利的过批了 直到他找到工作之后 被停止了 从2009年开始啊 陈水总呢 先后在三家物业管理公司当保安 工作地点呢 集中在离家两三站路的祥和路 在夏合旧城改造物业管理公司的时候 班长刘健呢 是他最信任的人 刘健呢 比他小十多岁 一起当班的时间比较多 公司其他同事说 这个刘健呢 热情与人为善 这使得他呀 赢得了陈水总的信赖 刘健看着他每天中午啊 吃盒饭 都特别的便宜 不超过五块钱 说这个陈水总啊 挺可怜的 因为他们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荤菜 而这个陈水总啊 却没有 这保安的工作呀 是一天12小时 若是晚班 深夜十分呢 陈水总啊 总会用这个小电炉啊 煮一碗面条 再加一个鸡蛋 但是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人 刘健甚至不知道 他家中 有儿有女 说 他说的最多的 还是18、9岁 上山下乡的艰苦 老来了 一下子 还挤在小房子里面 让陈水总 忘却辛苦生活的安慰剂啊 是读书 陈水总这个人呢 挺爱看书的 特别是爱读武侠爱情故事 刘健呢 从这个陈水总的手中借过杨家将 陈水总呢 有图书馆的借了书证 爱读书 读报 是同事对这个陈水总的普遍的印象 陈水总在夏合物业的工作持续了半年多 离开前呢 曾与小区的业主发上了口角 原因是这个业主的宠物狗随地大小便 陈水总呢 上前指责遭到辱骂和投诉 刘健说呀 说这是正常现象 说哪个保安没有被骂过呢 刘健觉得这只是他离开的部分因素 更重要的是 每个月税后1500元的收入难以满足他 这个呀可不是陈水总第一次夫妻离开了 此前呢 他也做过交通协计 因为举报同事违规操作 没有干下去 事后他大哥陈树还骂他说 别人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在刘健的眼里呀 这个陈水总的印象呢 是他比较要强 刘健说 在他请假回家的一个月内 陈水总就成为这个小区的保安班长了 说下面有三个保安 不管自己说的是对是错 他总要求别人都听他的 偶尔呢 陈水总啊 和刘健也会闹别扭 刘健就说了 如果我不听他的 他当时会生气 事后也会反省 但是不会主动认错 会主动的和我说话是好 那我知道 他心里呀 就是示弱了 虽然有一些领导狱 刘健发现呢 他每天下班都准点回家 稍有晚一点的时候 也必然会给妻子打电话 陈水总从夏合乌也离开之后 时常给刘健打电话 告诉刘健说呀 他去了斗仔委的一家酒店工作了 收入呢 高了一些 而且呢 还试图说服刘健也离职 称呢 可以帮他在网上找到更好的工作 但是没过多久啊 刘健又听说他又到了附近的一城小区的风采物业做了保安了 此后两个人仍然见面 说这个陈水总啊 经常跑过来找我 每次都能聊上半个小时 话题大多是交流各自的保安工作 说他们那边啊 是四天一休 说我们这边一个月休三天 他们每个月一千八 我们这边后来也涨了 就差不多了 这个呀 就是他的同事 对这个陈水总的一些印象 那话说在这个陈水总刚刚离职不足一个月的时候啊 陈水总呢 开始奔忙于为自己办理退休 在陈水总的上访日记当中记录啊 说三月七号 我拿着户口本底册复印件和身份证到私民公安局护证处办理年龄更改 但是没想到让董科长的一句证据不足就把我给挡回来了 无奈呀 就到这个师府信访局把情况诉说以求解决 就在这个陈水总的上访记录当中提到这个董科长啊 可以说是这个案件的关键所在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受啊 就是我们老百姓啊 在办理应有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总会遇到一些呀 在这些政府部门呢 或者说窗口单位呀 非常难非常麻烦的事 往往很简单的一件事 却需要跑上无数次 而且呢也办不下来 呃就像俗话说的 当官的张一下嘴呀 这草民呢就要跑断腿了 那这个董科长啊 就是这样的人 当年呢 这个厦门市出台了一个厦门的一个养老保险的工作通知 天天读报的陈水总呢 很难错过这一类的信息 那按照这个通知规定呢 说他这样有上山下乡经历 没有安置就业的厦门户籍 说男的年满六十周岁 女的年满五十五周岁的人员呢 通过手续就可以办理退养了 那陈水总接到这个消息 经过他这个去办理的过程当中啊 听到这个阶段有人说 说你今年不办呢 明年就办不了了 于是陈水总啊 就全力以赴了 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 可是面对如此心急的要办理这个事情的陈水总啊 这董科长啊 却满嘴的忽悠啊 对于这个陈水总要改护口年龄 应该怎么改 他应该及时讲清楚 办明白 这是他职责呀 但是啊 这个陈水总跑了好多次 就是搞不清楚 让草民跑断腿也不给办理 那对六十多岁的贫困老人耍官威 那就是想要让这个陈水总啊 给上点鹤啊 但是陈水总这个人倔呀 而且平时啊 也是属于那种特别爱发牢骚 爱找茬的男人 哎 就是不理会这个董科长 所以呢 他就一直啊 没办下来这个劳保的事 说起来爱找茬啊 也是陈水总的亲戚朋友 对他这个印象 说呀 他不爱和人接触 但是一开口啊 十次得有九次 是跟人吵架的 在八年前呢 搬到这个陈水总 租房这个家里的曹姐呀 和许正 租下了陈水总家里的房子 开了一间快餐店 就成为了陈水总的邻居 但是从此之后 两家呀 是频繁的争吵 在这个租房的许正看来呀 陈水总呢 是格外敏感 说快餐店的男员工们 喜欢用播放音乐 嬉笑打闹 但是陈水总总是觉得 这是对自己的女儿的一种骚扰 于是对这个男员工们 总是骂骂咧咧的 除此之外 这个陈水总呢 抱怨最多的就是快餐店太吵了 占到经营 曾经有一次啊 他一天之内拨打了九次 110进行投诉 在一次争吵的过程当中啊 陈水总要求 他家的舅舅把这快餐店 和自己家的这个通道给堵死 舅舅就答应了 在两家之间的 装上了一道铁门 有一天晚上 这个许正啊 突然听到铁门外 传来光光的声音 跑过去一瞧 才发现呢 是陈水总 拿着大铁锤呀 在砸锁 嘴上还说呢 我就是要走这条道 这一下呀 就让这个许正 有点蒙圈了 说你自己要疯起来的 你怎么反悔了 再后来呀 陈水总自己动手 用破损的木头 把这铁门的 钉得严严实实 不留一点缝隙 他甚至啊 把许正家的两扇窗户 一同给钉上了 说呀 是为了防止这个许正啊 窥探他的生活 就是具有这样的一个 爱找茬的性格的人 遭到了这个史上 最能忽悠的董科长的 一番刁难 那陈水总的心中啊 就激压了太多的负面情绪了 警方最后公布了 陈水总的杀人动机 说经过深入细致的侦查 和技术比对 并在其家中查获了遗书 证实陈水总啊 是因为感觉生活不如意 办理老板的时候 还遭到了董科长的拒绝刁难 所以悲观厌世 进而呢 泄愤纵火 于是就在2013年的6月7号下午 陈水总独自离开家中 通过这个监工录像显示啊 傍晚的时候 他出现在快速公交车 金山站 用手推车拉着编织袋 就在这个BRT车站徘徊 过了没一会儿 一辆装满了人的公交车 就开了过来 于是这个陈水总就上了车 18点20分左右 陈水总就在车上点燃大火 这辆行驶中的公交车 立刻浓烟滚滚火光周起 最后只被烧的剩下的车架 大火呀 导致47人死亡啊 最终这个惨剧就这样发生了 那据说啊 在这个陈水总的上访日记当中 就在2013年6月6号 他留下了一些信息 在这里啊 老刘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 在这个日记当中 陈水总说 2013年3月25号 他按照这个董科长的要求啊 到中华派出所 斯明大案局 马相派出所 祥安区的大案局 把能找的材料拿来 董科长一句材料不足 又把我挡住了 4月18号 本以为该说明的情况 都已经说了 这下该给办理了 不料这个董科长 又以准签证 未写年龄为由 不予办理 真是当官的一张嘴 草民跑断腿呀 说中华派出所呀 当时只拿出半张的准签证 给他 说还是看在董科长的面子上给的 5月7号 按照信访局的要求 今天60天 无限期已到 到分局领取书面答复 但是董科长不予答复 信访办人员 让我10号在局长接待日去找局长 在这个信访日记当中啊 陈水总大概记录了十几条 就是这个董科长啊 反复的推诿 利用各种环节 不给予陈水总办理社保的事情 最后啊 陈水总在这日记当中写道 现在我总算明白 牙抑猛如虎的含义了 那在这个案件呢 老刘讲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陈水总这个案件呢 是属于悲观 报复社会的纵火案 死者已已 那生者应该怎样警醒呢 从这个陈水总的角度来看呢 我们呢 首先要注意啊 个人的心理疏导 那对不如意的事情呢 要记得借急用忍 遵纪守法 但是从这个社会的角度上来看呢 那些引发陈水总怨念的 诸多的社会管理部门 我觉得呀 是不是应该深刻的反省一下呀 在我们这个国家呀 贫富悬殊的差距呀 造成了社会的矛盾激化 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贫困的一方 在忍受贫困的同时 还要忍受求助无门 丧失尊严 陈水总为什么急于办社保呢 一年的年龄差距 为什么急于改过来呢 明显的是他身体不好 还担心的并无所致 老无所养 急需社会救助 老了 病了 摆摊的收入没了 那按政策呀 应该办的社保呢 又被这个 所谓的领导啊 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败 每次都受到这个董科长 难看的脸色 一次次的跑腿无效 逼着他 一次一次的感到更加的绝望 那就使得原本脾气火爆的他 变得沉默寡言 而这个沉默呀 是绝望沉默 这是即将灭亡沉默 这也是即将爆发的沉默呀 如果说这些案件的缘由 是这个史上最能忽悠的董科长所致 那在中国的刑侦史上啊 有一件更大更有影响力的案件 也是因为这个案件的罪犯呢 在办理自己的户口登记的时候 遭遇了这个派出所的干警的不作为 导致了导致了中国最有名的一个系列案件的发生 那就是中国十大汉匪之一的白宝山的案件 在今后的排行榜当中啊 老刘会大家讲一讲中国汉匪的排行榜 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 辽宁省沈阳市突然就出现了系列恶性的奸杀案件 八年的时间里啊 这个歹徒大多是一人作案 奸杀了45人 而且手法特别凶残 几乎是从不留活口 而且还伴随着可怕的性变态的行为 这就是在辽宁地区恶贯满盈的残忍的杀人恶魔王强 听起来王强这个名字是不是特别普通啊 你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之中 是不是就有叫做王强的人呢 那说起来这个案件当中的杀人恶魔王强 就是一个普通的辽宁人 而他却犯下了血案累累的杀人罪行 接下来呢 老刘就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恶贯满盈的强奸杀人犯王强的案件 本世纪初 辽宁警界的老警察们都知道有一个汉匪 叫做王强 此人身材矮小 仅有一米五八 相貌平平 看来呢 也没有任何的特别之处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竟然在短短八年之中 疯狂作案三十四起 杀害四十五人 强奸十人 犯罪足迹 遍布开源 提令 沈阳三弟 王强心狠手辣 作案件中几乎不留活口 他瞄上被害人之后 上去不由分说 就用刀扎 刀刀致命 王强到一个洗衣店洗衣物 跟洗衣店老太太发生了口角 当晚 王强怀揣剪刀 前进洗衣店 向老人杀害 王强迎面 遇到五名男青年 上去朝人家要钱 对方见他如此无赖 便说 你有病吧 王强默不作声 上去一刀 将其扎死 因为王强作案 从不留活口 没有目击者提供线索 所以是案件侦破 非常困难 王强心里素质稳定 杀了人照样吃得饱 睡得香 王强曾被人检举过 但被捕的王强 紧紧承认自己 冒充警察诈骗 其他犯罪 一概不供 审讯过后 照样吃饭 坐在审讯椅子上 照样呼呼大睡 2000年夏天 王强爬上 史阳西塔 一个刚刚结束 施工的楼房 在二层的 一间房子里 看到一个女的 在客厅睡觉 旁边的房间里 有七八个 农民工模样的男人 也在睡觉 他悄悄走进 这个女的床前 用铁管子 罩着头部 就是一下 当时女人就没劲了 王强 翻了她的衣物 没有翻到钱 就把人给监污了 当王强顺着楼外 交手架 爬下楼时 发现一辆 110的警车 开了过来 他连忙把手中 铁管 和身上带的杀猪刀扔了 几个警察 上前简单的 搜了搜他的身上 问他是干什么呢 他说 是外地来打工的 问他深更半夜 在大街上干什么 他说 我饿了 下楼买点吃的 就这样 不露声色 毫不慌张的 逃过了盘查 王强的胆子 只能用胆大包天 来形容 2000年7月的一天晚上 王强在开源市的城郊溜达 走到一家养鸡户的旁边 用刀将这家的纱窗划开 钻进了屋里 炕上有三个人正在熟睡 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 和一对夫妻 王强上前 用杨稿尖 对着男的太阳穴 就是一下子 然后又平拍了两个女的脑袋 这三人 一声没出 就死掉了 王强 在屋里 没有翻着钱 就把那个女孩 拖到院子里 强奸了 事后 王强 把稿头 扔在现场 也没有马上 离开案发地 还到案发现场 去看热闹 想看看警察 是怎么破案的 还有一次 王强 潜入一间平房 进屋之后 见家中 是夫妻二人 他先用刀 扎了男的两刀 然后 等着男的面 将其妻 枪奸 王强作案后 没有急于离开 而是在作案现场 逗留了三个多小时 还将被害人家的电视 打包 想拎走 并和两名被害人 唠嗑 最后 他问男的 有没有孩子 男的说 有一个儿子 今天没在家 王强 目露凶光地说 你儿子 捡一条命 此时被害人 见王强 要下杀手 才拼死反抗 其住在隔壁的地底 及时赶到 才将王强吓跑 这是王强 留下活口极少的一次行动 王强 善于伪装 作案时 故意穿着破旧的衣服 打扮成农民工的模样 王强有很多高档的西装 平时把好衣服都寄存在干洗店里 作案之后 换上西装革履 出没于酒店 桑拿场所 王强非常狡猾 能分辨出谁是警察 谁是普通老百姓 为了破案 有的便衣警察 装成剪破烂的 或者男扮女装 还有装成情侣的 但是都被王强识破 王强最大的伪装 就是镇静 嘴硬 利用这些招数 逃脱警察的多次抓捕 2000年5月 沈阳市南运河边 芳草齐齐 天色刚蒙蒙亮 三三两两的人们 就走出家门 到外面 呼吸难得的清新空气 贾大爷 沿着运河边 一路小跑 突然之间 看见草丛之中 躺着两具尸体 急忙向警方报案 警察发现被害者 是一对青年男女 被人杀死在 沈河区 仙龙潭路的 南运河东岸 经调查发现 死者为外地 来审打工人员 王某男20岁 和刘某女20岁 两人都是左胸部中刀 刺破心脏而死 女青年被强奸 自此之后 在史阳市南北运河 频频发生恶性杀人强奸案 歹徒 作案手段之残忍 手法之毒辣 令警方异常震惊 2000年9月19号 清晨 有人发现 一男一女 死在大东区 德胜路 林青巷的 北运河西岸 死者 被住在德胜路 勤劳一项的李某 男57岁 和住在大东区 工农路的 刘某 女41岁 行刑出现场时发现 二人都是左胸部 和左颈部中刀 刀都是准确的 刺破心脏 导致被害人 失血过多 而死亡 两被害人的衣兜 被翻动过 刘某被枪奸 刘某的一台 二次行 红色斜梁自行车 在其被杀后失踪 2002年10月17号凌晨 有市民发现 一对男女 被杀死在 沈阳某大学 林学院 实习基地 植物园内 死者为 驻东陵区 马关桥的李某 男52岁 和驻天柱山小区的 陈某 女52岁 歹徒在李某的 颈部刺入两刀 在陈某的颈部 和背部 刺中三刀 二人都被刺破动脉 导致大失戏死亡 陈某被枪奸 陈某齐来的紫花色 二六斜梁自行车 丢失 警方分析 自行车被杀人者骑走 运河杀人 枪奸 抢劫案 频频发生 引起了 沈阳市公安局 和辽宁省公安厅的 高度重视 反而人员 经过侦查 和技术串联之后 发现 这一系列的 恶性案件 其一人所为 作案者 为一个矮个男子 北方口音 眉间 有穿字 皱褶 经济状况 较差 估计 是流窜人员 或外地 来审 打工人员 可能骑着 一辆自行车 活动 男子行凶使 使用的是一把 十厘米以上的 单刃刀具 专抢在运河边 谈情说爱的 男女恋人 许多案件 是在杀人 抢劫后 兼尸 随后 沈阳市公安局 将此案确定为 2002年 串联 五四号案件 并展开 重点攻坚 除了根据 掌握的线索 追踪歹徒 行踪之外 沈阳警方 在一发案的 运河 公园等地 展开大规模 二十四小时 不间断地 巡逻步控 那段时间 凡是 有运河 经过的区域 每天都会有 大量便衣警察 进行化妆侦查 但是案件 始终 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 案子 依然在发 这是 一场轰轰烈烈的 名为百日会战的 专项斗争 于2003年7月 在全省展开 辽宁省公安厅 将此案 确定为全省三号公案 全力攻坚 沈阳市公安局定下两条战线作战的方针来攻克串联54号案件 在第一条战线上 沈阳各级公安机关 各警种 各部门 按照市局的统一部署 加大巡逻守候力度 在带状公园等 一发案地点 采取化妆侦查 和跟踪布控的手段 展开侦破 并控制犯罪 组织警力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和作案规律 对嫌疑人可能出现和藏匿的地方进行全面排查 第二条战线是在全市各监管场所开展深挖犯罪活动和弹检公事 战役打响之后 大东区公安分局看守所管教员刘长凯发现 因抢劫摩托车被抓的在押人员赵某情绪反常 7月1日 赵某终于开口 要检举一个叫做王强的人 据赵某说 王强三十来岁 原来住在铁岭开园 这个王强个子不高 但是心狠手辣 曾多次在公园抢劫 王强外出的时候 经常携带刀具 骑自行车外出 好传一双黄胶鞋 据赵某回忆 他曾看见过王强拿着一条戴血的项链 和很贵重的手表 王强说是抢来的 2001年夏季的一个下雨天 王强曾约赵某去大尔环一带抢劫 但因时机不成熟 没有得手 事后 王强还给他讲了一通抢劫的经验 告诉他 在下雨天 可以到公园的凉亭里去抢劫 容易得手 7月3日 负责执行抓捕任务的 大东公安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 两下开源 没有发现蒙强 2003年7月14日 侦察员再次赶赴开源 王强在他母亲家所在的马家寨乡 腰宝村出现 为了不打草惊蛇 侦察员进入村子 混进看热闹的人群当中 在村子东头抓住了他 经审讯 王强陆续交代了 自1992年以来 杀人 强奸 抢劫的犯罪事实 虽然 王强心狠手辣 但是 他的心 却非常的细 凡是他做的案子 他都能准确的记住 时间与地点 在王强 看似漫不经心的交代之中 王强残暴与恶毒的嘴脸 也越来越清晰 历经了多年的苦苦追查时候 公安机关终于破获了此案 作案三十余起 杀害五十余人 串联五十四号的罪魁祸首 嫌疑人王强终于落入法网 2005年3月23日 超级杀人狂王强 终于在辽宁沈阳接受法律正义的审判 王强1976年生 是开源市马家寨乡 姓华村人 王强说 父母都是农民 有一个弟弟在大连渔船上打工 王强没有文化 只上过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上了没几天 就离开了家 在他的记忆中 他的爸爸是赌徒 赢了回来就喝大酒 输了就拿王强哥脸和妈妈出戏 不是打就是让他们跪着 有时一跪就是半宿 在王强八岁那年 爸爸和妈妈离婚 离婚以后 爸爸根本不管王强 爷爷奶奶也不愿意管 动不弄还要打骂他 十三岁的他才上学 后来跑到了沈阳 王强整天就在沈阳站一带混 遇见一个三十多岁的人 叫王森林 王强和他学掏包 后被劳教 出来之后 他决定和朋友一起干 王强找同伙的标准 有三个 一是同乡 二是家中贫困 三是岁数不大 被王强带出来的 有杨兴波 赵俊鹏 戴军和谭涛 谭永兄弟等人 在沈阳作案期限 他们住的 吃的 用的 都是由王强负责 但是有一条 必须听他的 有了自己放心的同伙 王强的胆子更大了 一到晚上 就带着他们在沈阳公园转悠 寻找野鸳鸯 然后冒充警察敲诈 后来干脆见到恋爱男女 就下手抢接 1994年夏季的一个晚上 王强等人 溜达到南湖公园 在湖边的一个僻井处 发现一对情侣 便上前索要钱物 遭到拒绝后 他就掏出刀来 扎这对男女 直到把他们打入湖中 为了保证作案成功 王强还有意培养 手下人的胆量 有一次 在青年公园里 见到一对青年男女 他让杨兴波和戴军先上去 可是他们两个折腾了半天 也没有整服人家 王强顺手操起一根木棒子 罩着男的脑袋 就是一下子 这男的当时就倒下了 女的也吓得不喊了 他们翻走了两个人身上 所有的钱物 最后 王强还把女的拽到旁边的树林中 强奸了 从1994年以来 王强带着他的弟兄们 在沈阳铁岭开园北京作案多起 如果抢的多了 王强根据每个人的表现分钱 王强一直担心人多嘴杂 把自己被人撂出去 1996年初 真的有人把他给撂了 当时王强咬着牙硬挺 只承认冒充警察敲诈这件事 结果还真的挺了过去 被劳教三年 这件事促使王强报定做大案 一定要单干的决心 1998年12月4日 王强被提前半年释放 出来的当天晚上 他就直奔沈阳南运河边 欠一个女青年在河边散步 他上去就用木棒子将其打倒 把他强奸 没过几天 王强又在沈阳西塔地区 将一女青年用铁棒子打倒后 强奸 从劳教所出来的第一年里 单独作案就有20多起 杀死十几人 不知是死是活的 也有十几人 强奸七八个人 王强逐渐养成了残忍 暴躁的性格 以及极强的报复心理 结婚没几年老婆就离婚了 所以他对女人特别的恨 有几次在实施强奸犯罪的时候 被害人求王强别杀他 最终王强还是把被害人杀掉了 在和平区解放电影院附近有一个干洗店 平时王强经常到这个店里洗衣服 这一家人看不起王强 总向他索要高价 他怀恨在心 2000年7月8月份的一天凌晨 王强带着两把杀猪刀 来到这家干洗店 敲门市是老太太开的 其他人不在 他上去就是一刀 把老太太刺到 老太太捂着伤口问王强为什么伤他 王强告诉他 就因为你枪 总管我要高价 老太太说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王强说 我不愿意跟你们浪费口舌 这样干脆 接着又刺了老太太击刀 一直把老太太刺死 抢走了她耳朵上的金耳环 和翻出来的几百元钱 王强确实遇到过不少次便衣警察 有几天晚上 王强在北运河边 看见一队便衣警察 第一天在那里 第二天还在那里 他连去了三天 警察也没有挪地方 一看就是个蹲坑的 他就与警察都起了圈子 你在这边蹲 我就到那边干 王强后来好像有了杀人体 隔几天不杀人和抢劫 强奸 心里总好像有点什么事似的 2000年5月9号10号 11号的连续三天夜里 王强在沈河区的南运河边的翠园内 皇宫区的北运河的江津园内 北林公园的西北角等地 一连将六对男女杀死 抢劫了几百元钱 强奸两人 他不断在杀人 抢劫中获得刺激和快感 而且还有意识的 与警察较劲 他已经没有办法 让自己停下手来 为此 王强曾专门带了四万元钱 到广州买枪 就在掏钱买枪的时候 一个朋友提醒他 买枪的弄不好是警察 故意放的线 搞不好 你前脚买完 后脚走不了几步 就会有人抓你 思考再三 王强还是没敢买 从杀人的第一天开始 王强就知道早晚会有一天 落入法网 他从不积攒钱财 有钱就花 打工装扮 是晚上作案的工作服 故意弄得又脏又破 作案后藏起来 换上高档的衣服 王强主要消费 是大麻将和赵小姐 和平区的不少麻将馆 他都去过 最多一天输了三四万元 赵小姐 他也花了不少钱 曾经专门为包小姐 还租过房子 王强听说 沈阳某宾馆有高级小姐 不少还是会说外语的女大学生 就专门去了几次 每次消费都是几千元 有时他也高兴 还经常顺手甩给小姐 一两千元的小费 王强这样子 评价他的一辈子 那就是混 混到哪 算哪吧 最终 他终于 混到了 另外一个世界去了 那咱们 这辈子 都吃不饭了 casi 这辈子 没品 咱们 识